新聞繼續來看的華東消息是為了要讓新租民可以將自己家鄉的美食和小吃 完全定現出來 國民黨將以致東部和將以致傳統文化基督協會 在這六科學校是人合來基盤一張 上東文庭的異國美食和他情報室 希望透過這張華東的基盤可以帶動異國美食 他們做家庭對新租民的故鄉口味的鑽中 全國會兒做會吃吃米米和文靜也能吃吃 某某的幸福 總部主義賊民憲公 台灣是台灣的國家 希望藉由華東的基盤來帶動異國美食的典型 社會是多元的 所以我們的融合度也要很高 我們整個社會的接受程度也要跟著 在心態上有所提升有所調整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多元融合的社會裡面 能夠讓所有的新移民新住民都有找到他們立足之地 可以把他們當地的一些傳統的美食 當地的文化 在台灣這個社會裡面繼續飄香 繼續發揚 我想這是這個活動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理解的是國民黨是黨部和傳統文化基階的合法採領之下 關心新住民不以為力 希望藉由華東的基盤 導致異國美食的典型 應做家庭對新住民國鄉口味的尊重 全家吃出美美和文情 也吃出麻麻的幸福 先視乎中民王秀蘇跟他一起採訪報道